主席訪問帶了兩個消息給我們 一個是國家很重視我們香港 二來因為我們香港的疫情是可控的 如果不是主席就不會來 所以帶了我是興奮和開心的 給我有幾個感想 就是希望能夠令到香港的柔亂轉治 做到它那四大必需和四個希望 達到它的要求 達到它的要求就是等於達到我們市民的要求 我們一半的心聲 它代表我們說了所有我們想說的東西 站在市民來說首要就是通關 以及改善到我們的房屋住 這兩件事主席其實都是很重點說了 所以這次我覺得是對我們市民來說 是一個相當好的禮物 可以表達到我們大埔人的心聲 問題是我們可以做到多深入去做到 這要靠市民和政府兩方面一起去達到 任何一方面做都是沒有用的 一定要大家一起去做 既望新界的政府能夠做得到主席所說的東西 也都是達到我們的心聲 我的思想我是純粹為了民生 除了民生之外政治也不可以逃避 因為黑暴令我們反省 我們都要參與了 來拱衛香港的一個很好的環境 我們要實施出點力 希望能夠搞好治安和民生 為我們是印尼通用尼文件 一些部門 我發展到平台